关于iPad Pro到底能不能胜任专业绘画影视工作 网上言论分歧不小 自己现在大部分工作都在iPad Pro上完成了 iPad Pro玩完摸鱼还行 商稿嘛就别想了 iPad Pro比专业的手绘品还是差得很远 但我也不会画画 屁个屁现在网上这人呢 绘画设计今年15年 编程又5年 把所有工资都花在测试各种电脑设备的技术来成长 再次出人帮村民们辟谣避坑 来验证一下到底 iPad能画商稿吗 在验证之前 我们先解答一下村民们提问最多的一些困惑 哪些iPad可以画画 现在苹果设备越出越混乱 我们本期节目说的iPad 是指能用iPad Pencil的任何iPad 可以去官网查一下 或者留言问问其他村民 iPad Pencil目前有两代 使用起来差不多 二代的手感更像搓甲甲 一代笔充电的造型像烤串 说不了这种奇葩的审美 就得买能用二代笔的最新iPad Pro 但最新的13寸iPad Pro配个笔配个键盘 价格轻松匹敌一台高端电脑 两三台宅男游戏本 iPad Pencil和淘宝上的电容笔 或者手指有什么区别 用手指和电容笔挖笔 比iPad Pencil来得舒服 不 iPad Pencil是专门针对某些型号iPad开发的笔 性能匹立任何顶级数位屏 比如笔倾斜以后 光标还能准确定位的 目前只有iPad Pro和Wacom Cintiq Pro iPad和平板电脑买哪个 问性能 最新的iPad Pro已经比部分MacBook电脑的性能还要强 但对我们使用的人划手来说 最重要的是这个设备能不能用上我必须用的软件 大部分电脑的操作系统叫Windows 这种新发客常见 盖子上有个灯泡或者镜子的装备电脑上 操作系统叫MacOS Huawei, Xiaomi, Vivo, Ubore, Chromebook 用的是不同版本的Android系统 而iPhone,iPad上的操作系统叫iOS 用其他操作系统的就不用管了 他们都被社会抛弃了 哦,奇怪 这软件是针对每个操作系统专门重新开发的 比如Windows上的Photoshop和iPad上的Photoshop 名字和logo虽然一样 但其实根本不是同一个玩意儿 Windows平板电脑就是正常的Windows电脑 可以用我们以前在电脑上运行的所有软件 Photoshop,Sign, Flash, Illustrator, After Effects 而iPad是iOS系统 这个系统没有前面这些软件 只能用其他的App 比如Procreate, Sketchbook, LumaFusion 来代替Windows软件上的功能 你如果有iPhone以后 从此再没碰过任何电脑 那么一台iPad就能满足你的需要 如果你工作离不开某个软件 而iOS系统没有这个软件 那只能先保证有一台Windows电脑 除非你愿意改变自己的工作习惯 用iOS上的App来替代 那么我们就来探究 动漫,游戏,影视各种职业的商用级别工作 目前2019年 到底能不能仅靠iPad来完成呢 iPad Pro是村长唯一绘画工具 已经很多年了 但是这里有个前提 一群助理动画师小伙伴们 在帮村长做视频剪辑 勾矢成稿,搓澡,擦屁股等等 这些普通庶民享受不到的奢华 哇 你谁跟我一起讨发这个assel 有缘报员有招报组 职业 插画师,原画师 上指数 自信 插画界的插画感 这才有达到什么标准呢 iPad上靠谱的绘画软件 目前有Procreate Clip Studio Paint Sketchbook Medibone Paint Ebis Paint PaintStorm Studio 一大堆新世界中涌现出来的软件 都想成为下一个插画原画界的霸者 稳定精确的勾线 上色 选取 缩放 涂层 蒙板 鼻涕涂抹等电脑CG绘画常用的功能都有 我们专业画手其中一个需求就是 给我笔刷 以Procreate为例 笔刷有很多设置 只要你会折腾 几乎能模拟任何PS的笔刷 村长这几年制制了一批爱用的Procreate 勾线和上色笔刷 在导臼村微信公众号回复笔刷 贴子文字内容中有下载链接 画布足够大 也是商用稿件的必须之一 那么开5000×3000像书的画布 应该超越大部分商业画手 平常工作的尺寸了吧 可以完成吗 Yes we can 但是要注意 不同的iPad配置性能不同 某些绘画APP 比如Procreate 会根据这个性能 限制弱笔iPad的图成数量 但其他比如Sketchbook就不会 其实只要我们保持一个 接受新事物的心态 别用 啊 塞可以这样 iPad不可以 所以是垃圾 来衡量 最终的目的是 你这幅作品 是不是能以同样的质量完成 耐心下来 你会发现 iOS这些新的绘画软件里 也有很多超越 Volusho Perseye 让人成瘾的好功能 还在PS里 为了不让甜色露出来 调整油气筒的 Tolerance数据吗 BAM Procreate里 直接动态调整Tolerance 舍弃不了Site防抖修正吗 BAM Procreate里 直接软件帮你整理构线 iPad Pro 完全可以胜任 任何商用级别的插划 披荆斩击 游刃有余 直到 万恶的后期处理 后期调色 滤镜 排版等等不少功能 目前在iPad绘画App上 都是缺胳膊少腿的 所以最后10%的阶段 仍然需要转到 电脑上的Photoshop 去继续处理 除非你像村长这种 不做什么后期特效 只靠硬化的 钢铁印鞋 职业 漫画人 试用指数 三型 Clips Do Paint 和Medibone Paint 直接就有漫画模块 可以很方便的风格 完全可以胜任 从草图到现稿 到上色的商业漫画 的绘制部分的工作 和插画一样 愉快地绘制完了 接下来就有点麻烦了 因为iPad这些软件 不知道为什么 都不是咱们 充满智慧的大中国人 开发的 字体就是一个 很大的问题 中文字体 就像中国足球队 永远不会出现在 世界杯的名单里一样 根本不在字体列表里 竟然做个最庸俗的 公众号小漫画 运用的华康瓦体 都玩不成 OK 接下来 怎么把20多页一期的漫画 保出给同事 甲方或者出版社呢 对大部分 把iPad仅仅当成 看片装备的孩子 很可能现在 还不太熟悉 iOS的文件系统 这里普及一下 这个重要的原理 在苹果手机和iPad上 文件可以想象成 是存在那个app里面的 比如我们在Procreate里画的话 就是存在Procreate 这个app内部 并不像电脑一样 存在某个 看得见的文件夹 那如果我们要用 Madevon Paint 打开Procreate这幅画 怎么办呢 到Procreate里 点共享 导出一个PSD文件 到Madevon Paint 你可以想象 把这个文件 从Procreate 复制了一份 到Madevon Paint里头 而且漫画页数一多 操作难度 让人汗颜 就想想这么个 常见情况 你20页线稿 传给别的小伙伴上色了 但你突然发现 每张总裁 都少画了两块腹肌 需要一张张 全部导回到iPad 来修改 这个过程 是什么样的呢 电脑 先到AirDrop 那么多个大型的原文件 到iPad的照片app 然后从照片app 一张张共享到绘坏 然后在绘坏里 整理了一项包 此间过程 可以秒杀一切 这些小松鼠画手们 两块腹肌 放得早这么折腾吗 腹肌很重要啊 职业 动画人 试用指出 狗屎 iPad上的动画 软件的代表 Animation Desk 这么多年了 仍然是狗屎 制屏动画 就不用想了 那小表情动画 能用iPad 独立完成吗 商用GNF表情 最有代表的 就是微信官方市场的表情了 这是村长最熟悉的战场 微信官方表情的 规格如下 240像数 乘以240像数 透明背景 文件的100K以下 外边框需要勾 一Pixel的白边 听说最近Procreate里 直接可以把图层 导出GIF动画了 那么我们来挑战一下吧 240像数 乘以240像数的画布 Surely we can 透明背景 Yes we can 100K以下 呃 苹果从来就故意 让你看不到图片文件大小 好右偏更多人傻钱多的孩子 花高价 买更高内存的设备 但是这难不倒 经验丰富的村导 光看美增的颜色数 和帧数 就能估计出容量了 但是最后一个 外边框需要勾一Pixel的白边 不借助PhotoshopP处理的话 怎么靠手来绘制 规则的一项数白边呢 如果没有这个白边 或者白边不规则的话 就算提交审核 谈他的等待几周 也是被微信表情编辑 打回来的命运 再老想好都没用啊 职业 平面设计师 摄影指数 狗屎 就色彩而言 Apple Pro这块屏幕 碾压任何专业平面设计显示器 而iPad上 居然有接近全功能的Lightroom 可以处理RAW照片 让用高级版 Why Adobe Why 全功能的Photoshop 也不知道要等到何时 或者说是不是真的全功能都很难讲 实量设计软件方面 倒是有Graphic和Vectornator 两个App 在冲击成为iPad上的Illustrator 但如果你想避风一个设计师 就叫他用没有笔悬空光标的 幻幻幽幽的Apple Pencil 捕捉一晚上实量线条上的锚点吧 职业 视频后期 上级数 良心 我们Fusion配合最新的iPad Pro 剪辑效率PD电脑的 Adobe Premiere和Final Cut 新的iPad又有了USB Type-C这个接口 4K视频完全可以导入 形式一片大好 直到你真的亲自操作这个流程 首先 苹果这个控制于极强的Aso Bad Apple 根本不识别外置硬盘 只识别相机 再大的视频 都得复制到iPad那又少又昂贵的内存里 在外置硬盘上编辑视频 你想多了 其次 在LumaFusion里做好的原文件 也没法转移到其他更强的渲染设备 渲染视频就只能依靠iPad自身那点性能 做点抖音 手输啥的完全OK 专业广告视频只要处理一波 就算点击时没问题 开始渲染 20 years later 爸爸 20年前做的那几头成节目终于渲染好了 耶 观众爷爷觉得节目终于能更新了 爸爸 你最后往下放 多鸡的灯好了 重选吧 活了 职业 三维建模师 商用指数 建模师啥 难吃吗 村民平常在使用iPad创作中 还有更多的问题和经验 可以留言分享给其他村民 电脑CG绘画 已经有35年以上的历史 让数字绘画 越来越接近现实的绘画 但能不能创作出好的作品 不应该问 这个工具能做什么 而是我能用这个工具做出什么 因为对我们绘画人来说 终极的工具只有两样 一双手 和一个有无限想象力的大脑 DOTCG 对了 抖抖村新开了抖音账户 我们hashtag有爱的答疑 和hashtag村长帮你画的活动里 有很多未能入选到正式视频 但是同样重要的村民提问 或者有趣的作品 我们都会发到抖抖村的抖音账户 平常用抖音的村民们 记得去那边关注一发 看看更疯狂更好玩的抖抖村 如果你喜欢咱村视频 点个特别关注 分享一发 让更多人在哭笑中 学点有用的设计知识 你的每一点支持 都是我们抖抖村 继续录制这些 有趣又有用的视频的动力 村民们 下次见 Adios